根据央视报道 浙江温州国安局3号逮捕了 32岁台湾男子杨志渊 控诉他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依法实施刑事居传审查 中方表示杨志渊长期鼓吹台独 还活同他人建立台独组织 台湾民族党 在官媒释出的最新画面当中 他双手被上告在职上签名 对此陆委会最新回应 表示我方尚未接获陆方 通报相关讯息 我可以告诉你的事 该有的都会有 有关措施将是坚决 有利和有效的 美方和台独势力 他们会持续感受到的 裴洛西访台激怒大陆做出反制 大陆海关总署 以未完成企业注册更新为由 禁止台湾多家食品厂产品进口 当中台湾厂商损失惨重 至少120家受到影响 包括了知名的郁真心和欧克劳等 另外柑橘出口也大受影响 北京部分的商场也接获消息 要彻查辖内有多少家台湾和美国企业 许多台商都直呼前所未见 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 它必须要为他们犯下的错误 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大陆多管旗下制裁台湾 还强调绝对说到做到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 我们说到做到 那么也请你多点耐心和信心 尽管佩洛西已经飞离台湾 但后续冲击恐怕才正要开始 记转综合报导